好 介绍为您报道 国道继承收费最快在八月份上路 交通部今天提出了最新的收费方案 而因为横向的国道不收费 那么纵向国道的费率就必须要增加 今天在立法院有宜兰县立委质疑 国道五号的收费增加太多 占助了发言台激烈抗议 国道五号继承收费以后 竟然是加倍收费 会议还没开始 来自宜兰的立委陈欧珀 就霸占发言台 当场撕掉国道继承收费的报告书 我在这里最严正的抗议 你今天报告 我不可能让你报告 你们这个是什么报告 这个是什么报告 经过主席协调会议才顺利开始 但要被多收钱的用路人 不止宜兰县 先前交通部决定顺移民意 横向国道24680两年内不收费 这下得转嫁纵向国道 如果无免费里程 每公里要变成零点九元 北高单趟比现行的三百六 省五十三块 但原本的方案三 如果要维持原费率 免费里程就得减到十五公里 北高单趟只省十一块 如果还是要免费二十公里 费率就得提高 北高等于贵了十五块 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公平的 如果这边公平一点 那边可能就觉得不公平 那边公平一点 这边就可能觉得不公平 对不对 交通部强调这些方案都只是初步试算 接下来会上网公告 再进行民调做出最后的决定 而继承收费上路后 ETC用户的过路费也会继续打九折 算起来民众负担应该不至于增加太多 记者林中午郭峻林台北报道